好 范老師怎麼看 剛講到這個天下大亂 有時候對某些人來講是情勢大好 剛講郭台銘可能現在又尿尿了 有沒有機會介入民眾黨 因為高宏安已經沒有了 根據我對郭台銘的認識 他一定覺得當金主 然後有代理人去拿一下經營權 是OK的 對 然後加上就是高宏安 現在已經被停職了嘛 他本來在民眾黨的 唯一的調查卡現在沒有了 有沒有可能再重新付出 民眾黨很多他咖啦 對 那我們看到今天這個 謝金河我們這個企業的評論 他講說企業家碰政治 通常是災難的開始 台坡風水不好啊 對 台坡真的很慘啊 風水不好啊 現在給檢調收風水怎麼會好咧 然後這個四叉貓 你看連謝金河都怪註他 他說四叉貓去排坡大樓拍照 他才赫然發現民眾黨搬入 台坡大樓 我們這樣講 那林伯鋒呢說啊 我們看他這個 他非常記憶的政治態表態 所以他上半年呢 虧損4.29億元啊 所以他是勸啊 林伯鋒不要再搞這個啊 政治了 這看起來林伯鋒是很有興趣啊 他這個大樓 台坡大樓 你看租給國民黨的 吳敦穎跟江一華 然後現在又租給了這個柯文哲 還把租給木可 那林伯鋒當過這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他在2019年6月啊 當時他邀請柯文哲到工商協進會來演講 那時候柯文哲要選 這個當時嘛這個要選總統啦 然後林伯鋒說給他80分 高分啊 然後我們知道林伯鋒大部分投資在中國嘛 然後他那個2023年10月 所以那時候當然2022年8月 四川不是發生停電8天 林伯鋒說沒關係 8天總會過的啊 這對於當時台灣呢 只要稍微一限電 他就痛罵不已 你看他這個 後來他又當了三三會的會長 然後我看到2023年 就是前年啊 10月疫情比較趨緩的 哎他就率團的到中國去訪問 那包含這一次去年的這個藍白河 林伯鋒也出力不少 那甚至就是說 我們看到在今年6月11號 他還率團到北京去 面會的國台辦的主任送湯 所以說林伯鋒真的是對政治非常有興趣 但是他的本業非常慘 因為他是那個 做玻璃的 他是謝國良的舅舅嘛 謝國良也被他砍脫了 被罷免掉了 所以真的 我覺得謝金河是苦口婆心啊 就說你們做生意就做生意 不要介入政治 但是呢 柯文哲現在他就被周遭的地方 就在台坡大樓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這個地方 可能真的風水不太好啦 那目前看起來說 但我打個岔啦 柯文哲可以租到這棟樓 一定跟台坡的關係是親近的 對 因為像柯文哲這種是特殊的機構嘛 他要租的話企業界也會評估說 我要不要租給你啦 對 所以林伯鋒跟柯文哲到底什麼關係 這也值得追啦 關係非常密切 那林伯鋒跟對岸的關係更不用講 更密切 對 那柯文哲也很密切 所以到底這個柯文哲當初去跟 商家雙城論壇是不是林伯鋒這邊搭線 這也很有可能 而且柯文哲現在親近的都統派的咖啊 你剛剛點名的那些包含長峰基金會 包含吳敦利 那個都是藍寧的咖啊 對啊對啊 所以那個你看這個 像英華當過行政院長嘛 吳敦利當過副總統嘛 所以這個當然柯文哲當初不是被逼 被逼退當副首嗎 去年的時候 他不是說有人說要給他兩億美金 兩億美金哪也來的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是 哪邊從國外匯進來的錢 就很複雜 所以那目前來講講 整個民眾黨裡面可以說是分崩離析啦 基本上就是 黃三三派跟反黃三三派已經對幹了 你看這兩天蔡壁如在台中當顧問 白了沒聲音的 昨天出來怎麼講 他說黃三三要負全部的責任 那我也必須要講 蔡壁如在柯文哲身邊 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你說之前這個所謂的MG149 後來是平安度過 起碼他在當市長次的時候 還可以幫柯文哲看好 所以我後來在想說 為什麼柯文哲2020年2月 一定要把他趕到立法院去當 這個不分區 結果就想把他趕走 為什麼他管太多事了 第二個他可能覺得蔡壁如 限制他很多的活動 特別是有關於跟企業界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財團的關係 蔡壁如當初被離開之前 黃三三是在2019年10月 進入的這個副市長 那據瞭解有人說 媒體說黃三三當初的條件 就是蔡壁如要離開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蔡壁如對黃三三非常的厭惡 他認為我的位置是被你趕走的 而且我當初是在權力的核心嘛 我在市政府我在這個市長是被趕到立法院做冷板蛋 後來連立法院副分區都沒有了 因為他的什麼若文抄襲嘛 因為客戶者有了新歡嘛 就是星光的五星銀嘛 就把蔡壁如也趕走了 甚至變上下之犬 沒有地方可以去 要不是台中如修嚴搜留他 所以為什麼今天蔡壁如會出來 批評這個黃三三起來有志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